4.3.4.2 方判接到章,張判接到方,掌求驅員高,高原驅秋章 說到恐怖,前篇下播回頭後就想起個誤實 我也說過了,這種事情常發生,說的當下沒想到 可是,解稿後就發現少了什麼 就有這東西,他從古至今都在 在東西方文明皆有,無分跪屆,男與老幼都喜得 不是喜歡 總之以記載來說 都不算討厭他 他可以在宮廷走竄 也流離在九世街坊 本是一類輸出娛樂的身份 後來幾經流傳與社會事件的發生 一演變成經典恐怖元素的都市傳說 他是小丑 對 在我未承受社會熏陶的童年 我就覺得小丑非常恐怖 而且當時小丑是出現在繁華鬧區的百貨或郊區熱鬧的賣場 都在那個廣場高處的爆石機關裡面 就是那種類似巨型的時鐘 巨大化放大版的咕咕鐘 到整點機關就會轉動 漁業的音樂就會鼓吹響起 我所見過的有那種排樓式的 整面牆裝式的 上頭有門戶會開啟 也有那種飛船式的 像齊伯林飛船 下方有站台降落 好啦 我就直說 原本不想說啦 在雙北但具體地方 就憑有見過的人的印象 一個在台北收購 一個在新北的唐城 不過現在沒了 總之到整點 小丑群會由此出現 機械式的肢體會重複扭動 下方的遊人總會駐足觀望 現場那氣氛一片鬧騰 大人會抱起孩子 指向他想動處 但我心裡的自然反應都是 哇靠 真恐怖喔 那不是因類人的恐怖效應 我也說不上來 至今我也說不清楚 直到後來才知道 十多年後 從此迷上史蒂芬金的時候 史蒂芬金式的恐怖 恐怖不在於物象 而源於本質 真恐怖不是你見了他 而是發自內心的恐懼 就如那黑暗深邃的下水道 還有那即便是日頭高照的生草叢 長年無人煙的荒涼巨事 那都是無具體形象的恐怖 最後小丑也是 不知道他為什麼是恐怖形象 但他就是 那種感覺是只要引起你的共感 即便幾年前他還是人見人愛的形象 在轉眼之間 他就成了恐怖的集體印象 原來啊 大家都這樣想 不是只有我有感覺啊 好了喔 這是無關阻止的影子啦 只是很巧啦 這幾天也聽說 小丑 弄成 靈人 他們可能是言論自由的源頭喔 想來想去就來寫小丑啊 我心想也是啊 無論中西方 他們都可以在內庭插顆打混 但見啊 軍上犯魂 他們也總能逆操作 去行為諷刺 言語調侃 最後啊 軍上意會了什麼 停止了餘行 也惹得滿堂哄笑 親此傳回家話 這一面槍過那些 停政面責的政城見官 還理直氣壯的把事辦 有這種人啊 今天來說幾個人物啊 閒情中 朝夷制度還會定行 中原諸國 民俗各異 秦楚無躍 今日行省 古街蠻衣 就說在戰國晚期以前 戶口制度還未健全 姓氏是貴族所有的 平民就有以職業為姓者 甚至說了 那根本不是姓氏 而是身份的指向 陶魯索 音樂家 冥前冠 詩這個字 而弄成仇角就叫幽 即是今日說幽靈的前身 不是那個幽靈 比如說楚中王宮中有個月人 是八死巨漢 名叫幽夢 秦國內庭有個段子家 是個諸儒 名叫幽詹 他們的共同點是人言善道且幽默 先說楚中王與幽夢 說到楚王的愛馬 是平日裡身批謹修 不住朝曆而凋樑化洞 飲食起居比常人的待遇還好 這有點伊索比亞 就是埃塞爾比亞皇帝 還有塞拉西在養池子的異位 這匹馬活著是比大夫等級的失路 只是有天馬猝死了 可能過太好啦 楚王就要給愛馬以大夫之禮下葬 好像非常合理 只是還要朝成大夫去治傷 本來馬花錢是你家的事 要我們這些體面的大夫去 給隻馬奔傷 這事情的性質就不一樣了 你楚王要耍猴氣是你家的事 這下大夫們就坐不住了 這大夫之列有的還是先王旁之呢 只是朱大夫怎麼勸楚王皆無用啊 該去還是要去啊 直到幽夢聞事 也不知道是朱大夫給幽夢透風還是教官啊 見到了楚王就大哭啊 馬是王的愛馬 就應該用君王之力下葬啊 先王的陵墓怎麼修造 馬的陵墓就怎麼做啊 還要蒸發軍事給他挖墳 老弱也要硬硬搖曳 這是舉國上下的大事啊 不只喔不對喔 還有讓齊國趙國都來奔傷啊 韓國衛國也來陪祭 最後還要給馬力廟 在線的稅收都要拿來供奉 我們楚國是上馬的 人事都是不要緊的 這個楚王啊 是當年有一名驚人的 預言成語流傳啊 其實一般人物喔 聽幽夢一言是恍然大悟 我居然一錯至此 那該怎麼辦呢 話話一下喔 我合理懷疑司馬仙到這 都是以劍文的成分比較多啦 因為這很像故事啊 而到這之後的情節也如通話預言啊 這匹馬的下場 就以森樹之理被烹煮了 幽夢一頓稍操作 把先前要給這匹馬的葬制 都改成烹調方式 說另一個故事 我認為就寫詩多了 是說了 秦始皇身邊有幽瞻 我覺得這個故事啊 實際側寫的是秦始皇的性格 有一次喔 秦始皇擺宴席 但遇上大禹 先說一下 史書有時候就是這樣 或應該講 大部分時候也是啊 就忽然來一個事件 沒有紀念 沒有原因 所以無法考證是不是事實 你只能從細節中去考證他的真實性 說回正事喔 宴席遇上大禹 周圍的衛士都英語占一 冷得要死 幽瞻見了十分同情 上前就悄悄一句 欸 你們想休息嗎 這衛士心想 你是來開算我們的嗎 不過嘴上還是說 啊那那那 那這次太好啦 我等等喊你們 你們就趕緊答應 果真啊 過了一陣 殿上向史皇祝壽三呼萬歲 幽瞻見了是時候 走到門前大喊 問世們 呼的一甲傳動 衛士一記上前答應 幽瞻說 你們撐的高大有什麼用 我這麼矮 在裡面爽啊 秦始皇知道了 就減半衛士輪班的時間了 這個心靈神會 換我我以為幽瞻要造反 喊什麼喊 好又有一次 史皇一拍腦袋 這國家建設百年大忌 就要擴大皇家園林 要大 東至寒谷關 西至 雍與陳昌 可以說 放眼望去 關內眼見能集的 都是史皇的後花園 只是幽瞻家一旁吆喝了 不夠不夠 還要在園子裡 多放野獸 秦國的敵人在東方 來犯的時候 就讓迷路的腳去遇敵就夠了 一樣的 史皇帝文言 就放棄了這偉大的工程計畫 不過這裡有個歷史盲點 我們接連著後話再說了 到後來秦樂士登基 突發奇想 又是一位偉大的工程 難道這是老秦人贏家隱藏著血液裡的奔放基因嗎 要把咸陽城都上漆 這種奇蹟工程 憂真又在一旁吆喝 好啊好啊 這種妙技 祖上就是不說 我們做城等的還是會請命 只是 漆城這種事 雖然苦了百姓 但卻是大事 好事 好就好在 城都上漆了 賊寇就難登上城牆了 只是啊 奇想容易 也要再築起屋子 硬乾城牆 就難喔 秦樂士聽了這小丑一言 笑了笑 於是停止了計畫 要知道 這是一個指路為馬的時代 一旁有趙高理師放著秦樂士犯魂 但凡說錯一句話 想左右朝政的 都會被拉下去砍的 而憂真拿命在這跳樑耍猴戲卻沒事了 不過如大家所知 沒多久 二世被殺害 憂真也歸附漢庭 也在幾年後就過世了 這裡總結了 憂真活到了漢朝 所以這事蹟是相對可信的 但有一點 就是前面所說的歷史盲點 今日出土的咸陽城是沒有城牆的 所以憂真前篇中 秦朝願佑 便連關中 這反而是可信的 如果復原秦宮 是整個咸陽園上 都是秦宮接連的 因為出土遺跡就是如此 所以滅秦後 向羽放火一燒三個月 就因為沒有城牆而皇宮接連 才能燒成這樣 回到後篇 說漆牆 出土沒有城牆 那到底漆的是什麼 有人會說 有可能城牆 就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不復存在 但要知道 秦漢的城牆 更說到唐代 都是夯土牆 歷經千年 台積依然都存在 而秦咸陽什麼都沒有 今日能見到的先秦故城遺址 說漢長城和長恩城遺跡 他們都在 所以能推測復原這些城池 原來什麼樣子 說都還在的原因是 他們搬不走 都是一堆土 是一堆被夯食也難以破壞的土 所以說秦二世要七強 大概率是七宮強 再次一點 有可能這故事就是故事而已 也可以說是鵝傳 因為司馬仙也只是收集 前朝故事與傳說而已 這種傳說大多出現在秦朝 因為秦本身被大規模破壞 加上秦朝壟斷的知識傳播 當秦朝一倒 幾十年後 這事實 就沒幾個人知道了 故事與傳說 傳到司馬仙這 他也只是聽到什麼寫什麼而已 無從考證 所以前面幾個故事 我們聽起來 總像童書裡的預言 一個事實再加上七 在先秦時代 這上等奢侈品 到漢朝所說 一文碑得銅碑時 就有了一件七器當十件精器的說法 價值是1比10 所以推倒回七城牆這回事 大家心裡就有個數了 這可能性是極小的 那有沒有類似或相對的東西呢 那是漢朝的焦房殿 焦房殿是漢朝皇后的居所 傳說就是以花椒為原料 七刷滿焦房殿公式 整座宮殿紅通通的 實說主溫暖除惡氣也 這是花椒的作用 加之花椒多子 抑郁皇家子孫滿堂 看看 到漢朝都無法用七而用花椒 那屍七是個怎樣的天堂工程 這可想而知了 更何況是七城牆 這裡看了楚莊王五霸之一 秦始皇古今隨意 再到秦二世 除去那些宏大敘事 他們在屍世上 嗯...我說啦 這些故事如果都將主詞名字拔掉 你會不會以為 這全都是秦二世幹的 果真啊 都是不幹人事的 就單說始皇帝 我們從出土文物以記載來講 他本人起居享樂 也是極盡榮華的 侏儒實際就有說 他複製了六國公式 這就可以旁證悠瞻前面的故事 不是空穴來風 再說一個幽人 大勢小型 都能在秦始皇跟前蹦達 還有完沒完 更說第一個故事就有趣啦 幽人在墊上吆喝一聲 假設變巨龍上前 他到底想幹嘛 我要是皇帝 我真嚇死啦 欸... 始皇帝之後居然還能榮他 我在網上變詢說法 居然沒有人提到這件事啦 換到朱崇巴與乾隆爺那根前 這個人死顆腦袋都不夠砍 還沾憂 所以啊 史記關於漢以前的記載都十分有趣 如果有國語左傳這種旁證還好說 如果沒有呢 有的記載還真像民間傳說街壇相文 說回主題就是滑稽列傳中 也未必詮釋幽靈人物啊 甚至說還有大夫與官員 所以稱之滑稽而不是幽靈列傳 共通點是這些人的幽默惹笑 其中代表人物比如說東方朔 本身博通精神 但舉止狂誕 偶爾還能預言先知 成為李白之前折仙的第一人 故事就說 漢宮中曾有怪獸出沒 這怪獸長得像謎 但沒人能說出那是什麼 群城中博學者也不知道 漢武帝都來看了 於是就叫東方朔出來 只是東方朔在漢廷中的傾向早已定型了 他就是個狂言而博學的滑頭 沒被重用過 這種時候 就是漢廷給他一起薪水小偷之名的機會 是恩典 東方朔來了 說我知道 但是請皇帝賜我酒宴吃到飽 就是這麼敢開口 皇帝也答應 東方朔想著想 這麼爽快 機會難得 要削他一筆 只吃一頓怎麼夠 於是故弄玄曲又起價了 嘿 我聽說官家那有塊複數的肥帝 還請皇帝賜我 我就說 皇帝被吊足的胃口 皇帝答應 先說不是我省字 是書上的 照曰就是一個字 咳 就這樣 這種淡定的語言冷靜 就反襯了東方朔 上頭與史家 早已看穿他的狂權 於是解答 這怪獸叫周雅 是祥瑞人獸之意 對應的寓意是 遠方歸翼 這次隔了一年 匈奴王帥十萬眾來詳漢 應應了當初那句 遠方歸翼 於是 東方朔再受賞賜 又發了一筆橫財 故事到這 這個筆法項級的六朝智怪了 博學先知加上點 無賴 這就是東方朔的形象了 此後 這也是一種偏門的四人風流 灑脫不羈 好比說太平廣紀中 明顯奉劍篇裡 就有 簡庸就與東方朔前後同列 其實說 在翻太平廣紀前 說到東方朔 我也想起了簡庸 讀書時 有時候也常覺得 漸傑與古人略同 就說簡庸 他是劉備起兵時的老鄉 真正元老 劉備入川後 簡庸與彌族孫前同列 是頭等的創業元勳 地位還超過了諸葛亮 故事有一次川中大漢 吃的都沒了 別說釀酒了 於是明令禁酒了 為了徹底 連在家裡有器具都不行 你說家裡有這種東西 額等重置 都是網頁坦途上的絆腳石 怎麼能行呢 於是有一天 簡庸就與劉備 重溫當年該溜子的生活 該溜子幹什麼 就是沒事找事幹 見到路上有一對男女 簡庸就吹哨大罵 你們噁心 噁心 噁心 就是一句話 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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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狗男女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欲行苟且之勢 噁心啊 劉備在一旁一臉懵逼啊 傻子跟傻子優 口音劉備是路鄉隨俗了 該溜子簡庸之怒 催著先祖滿臉 噁心啊 他們身懷行淫的器官上街 這不是預謀犯罪嗎 我們先祖是什麼人啊 劉備滿臉堆笑 知道這老鄉想說什麼了 於是一聲令下 放了家裡有酒氣的人家 這事就不再鬧大了 當然嘛 我們從故事看啊 這類人物就是這種時候出現了 往往一兩句笑話 事情就圓了 閒話一句啦 其實說毒死啦 我很幻想唐以前的天下 又再細看 我更幻想兩漢石的天下 我認為文明啊 在中華文明就是以唐為界啦 唐以前的文明是另一回事 唐以後 制度 藝術 文化 就大不一樣了 這是我個人見解啦 那到了宋王後 就是蒙古化的社會 在冥王後 就是滿化的社會 對我來說 早就滅亡很久了 說唐啊 說到唐啊 我們就拿這個故事來總結 剛好這之後 這類故事也幾層絕響了 君臣有別 制度已定 幽靈就是下人啊 是說了 後唐中中李存旭 說明一下 這時的李氏也是沙陀人 沙陀是突厥別步 若要想像了 我們可以混雜一下 維吾爾或土耳其朋友了 這樣的外貌 不那麼準確 但九居中原 相貌上 也應該與本民族有所差異了 李存旭就以勇猛建長 是十足的猛將了 攻滅後梁諸皇帝後 統一北方 得了天下的李存旭 一響太平了 十分醉心黎原幽靈 看戲興起了 自己也下場演出了 頗有當年李隆基的風範 畫臉登台時 一名李天下 皇帝要玩 玩到一個陸戲且瘋狂了 這幫幽靈中 更以靜心魔為罪 友善小女 說瘋狂 多瘋狂 李天下演到了忘我 在台上 事故而呼籲 李天下 李天下何在 靜心魔文言 上前掌勾天子 給李天下一巴掌 煞時間 蘿古點止住了 最怕突然的安靜 李皇帝驚呆了 左右接孔 群靈一大驚骇 原文太生動了 我就直接引用了 靜心魔當即被拿下 就問他 奈何掌國天子 靜心魔沒急 說 李天下則 一人而已 覆誰呼噎 一頓吹捧 旋即哄堂大笑 包括李天下 靜心魔還得到了豐厚的賞賜 這一吹 李天下只有一人 你喊什麼喊 靜心魔這一眼 也算古今隨意了 別看他人台上是小丑 李天下最後被兵變的靈人所殺 做得天下當三年 三年天下 最後 登台化連我非我 天子何在 誰是我 最後小丑 才是我 推推大令定 推 曠檔 蹦登場 原來 我才是小丑 這就是那些靈人造映出的 君上天子 包裹著荒誕笑談的言論自由 唯有那身小丑的外皮 才是金剛保護罩 無論他們奉見的是明君昏君 後主還是死皇帝 他們到底還只是幽靈小丑 但在此毒流傳中 究竟誰才是 是誰 看穿了時局 上前演他一出 小丑 定論還未可知呢 或 我 早有定論啊 以上